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AD研究所,我是C-LON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推出了NOTHING PHONE 它是一個透明手機,標榜透明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 但相信大家不知道,Sony 和 LG 之前,在很久之前,已經推出了透明電話 分別一個透明位置會在鍵盤上,另一個會在螢幕上 不過可能大家看得不太清楚,因為這兩部都是古董 我們就沒有撕開一些保護膠紙,不過大家看到嗎? 是真的透明的 好啦,今天我們就為大家搜羅了7款透明的產品 想做一個透明系列給大家 看看市面上還有什麼東西是透明的呢?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AD研究所 我們會繼續製作關於家居和科技的影片 讓大家可以做一個精明的選擇 又送禮物了,今次我們會送出磁級的無線充電 想知道怎樣才可以帶它回家呢? 記得繼續留心看影片 第一樣,就是我們要介紹磁級無線充電器 可能你想想,蛤?大大條線在什麼無線啊? 其實這個就是之前我們也介紹過的 就是MagSafe的充電器 磁級充電器 其實就是怎樣呢? 就是我們這裡插了線 插頭到之後,通了電 這個就可以用來MagSafe充電 我們只要拿電話吸收在背部 這樣就已經可以充電了 我們會看到它的外形超級薄 你會看到薄到這樣而已 我們拿上手其實也不太覺得它的存在 我們先拔出來看看它的外觀 它的外觀其實說明是透明系列 我們就可以看到裡面有些什麼 舉個例子就是剛才MagSafe我們要用到的磁石磁力 就是由這些旁邊的磁石而來的 而中間這個就是用來充電的線圈 可以看到這個很清晰可以看到裡面有些什麼 第二個就是這個無線充電的充電板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之前MagSafe系列 都介紹過一些二合一、三合一的充電板給大家 這個就是二合一的充電板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圓形的無線充電 就可以充到一個器材 而另一邊同樣都有一個圓形 代表可以充到兩個器材 它是可以同時充到兩部電話 而另外你也可能會看到這裡有一個長方形的框框 其實是用來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FIT SIZE我們這些AirPods AirPods有些型號是支援無線充電的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放上去 剛剛好沾沾沾就適合你的AirPods 所以它就是有兩個功能 一個就是你可以同時充兩部電話 要麼就一個電話再加一個AirPods 不過記住上面會有一個USDC Type-C的頭 當你要用的時候當然要插電線 再接駁插插頭 通過電後 它就可以成為一個無線充電板 提提大家 這個充電板有15V 所以相对上充电的速度来说是算OK的 那我们就来讲第三个product了 想买IPcam 或者smart home 智能家居产品 可以去得到香港优质标志稿 Qmark 认证的alander.com 好货家 无论是看工人姐姐 看老人家 要4K 解像度 还是户外防水的IPcam 都应有尽有 他们买的IPcam 最底不用300元 绝对是初入门者的好选择 如果你想找HomeKit 或者Google Home 试用的智能灯淡 智能拖板 智能门钟 甚至是大型的升降台 或者电竞椅 他们都一应俱全 还有OK便利店自取 或者上门送货服务 如果不肯定这件产品合不合你的话 还可以找他们的CS 团队 或者买安装服务 那就不用怕自己搞不定了 最紧要就是输入我们的限时独家优惠码 Audience Digest 即时享有九五折优惠 快点点进视频箱 享用优惠 第三个就是一个无线尿袋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个位置有一个圈圈 圈圈看到里面透明就是透了刚才我们也见过的 就是充电的线圈 就可以就这样把电话放上去充电 平时你要充电的话就直接拿着就已经可以出街 就充电这样用的了 另外呢 今次的透明下列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外观 当然要 你会见到这个位置有一个电路板 电路板呢 旁边 我们重点看旁边 你会见到有些字有些灯粒 灯粒呢 会写住了25% 50% 75% 100% 而下面呢 有个红色灯位呢 是显示这个你有没有开键 如果我们插电 即是帮这个尿袋充电的时候呢 上面会有一颗绿色灯 绿色灯会显示这个尿袋已经在充电 我个人就觉得这个尿袋非常之好 它的透明系列是真的做到完全的透明 即使你想知道这个尿袋有多少电的时候呢 你都是直接看电路板上面的灯粒 直接可以看到它有多少电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完全做到透明 是挺有趣 挺特别的 而另外就是这里它除了无线充电之外 亦都配合到有线充电 当然就像平常的尿袋那样 它同样有两个USB-A的扣扣 和一个Type-C的扣扣 所以就可以同时又做到有线充电 又可以做到无线充电 那究竟怎样才可以带它回家呢 现在就来告诉大家 三个步骤 超级简单 第一个 点赞了我们今天这条影片 然后再订阅我们AD研究所的频道 最后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这么想带它回家 然后我们就会选出最幸运的幸运 而这个无线磁级充电器就是属于你的了 那你还不快点留言 好 来到第四个product 第四个product 这个是什么呢 跟刚才那一样 其实都是充电器的尿袋 但是它有什么不同呢 大家我们先看看这个外观 这个外观跟刚才那有些不同 就是外面有些磁石圈 这个位置都有一个磁石圈 不知道大家知道它有什么形状呢 没错了 就是像平时我们MagSafe的圈 有个圈的下面有一滑 它正确实那些磁石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MagSafe的尿袋 同样我们拿起我们的电话 这样吸进去 就已经可以做到MagSafe的充电了 我们再看看它的外形 这次比刚才有点厚 大家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很厚 然后握上手 整个手是屈了出来的 所以对于女生来说 就真的有点难处理 不过我们先看看它的外形 它的外形 透明系列来说 这个中间的透明 一样都有电路板 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些粒粒的 这里一样有充电的线圈 除了MagSafe之外 我们会看到旁边有一个开关键 开关键按了之后 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一个显示屏幕 可以显示到这个尿袋有多少电 不过相比起刚才的尿袋 我就觉得这个就不太好 因为它做不足完全的透明 刚才那个真的在电路板上 看到它有多少电 但这个就特意做一个显示板 不完全是透明 就用回普通的显示屏幕 同样它也是有USB-A的头 和Type-C的头 好 来到第三个 大家一看这个超似炸弹的样子 其实它一样是一个尿袋 今次这个炸弹尿袋 是什么尿袋呢 其实大家看到它的外形 很清楚看到里面有四粒电 分别在这里 上面有两粒 下面有两粒 很清楚因为它是透明系列 所以我们看到原来平时的尿袋是这样的 它就配备了两条充电线 分别就是这里有来自的Type-C 和这个位置有一条Lightning的充电线 分别就是它们除了有充电线之外 这里跟刚才那一样有一个显示屏幕 我们按下一个按钮 就会看到它会立即在显示屏幕上 显示屏幕现在这个尿袋 还有多少的电 不过留意一下 我拿上手这个尿袋 炸弹尿袋真的有点重 这个尿袋就是有2万mah的容量 所以比起平时我们用的尿袋 其实都多数是1万mah 最多都可能12000mah 而这个有2万mah 算是很大很大很大的容量 所以它重得来也是有原因的 不过它的充电的速度 它的Walk数 它声称是有22W 相对平时来说很快 再加上可能因为它是有线充电 所以相对是会差得快一点的 来到第六个Product 这个是一个USB盒 它是一个有4个Port的USB盒 大家可以看到它一样是我们透明的 可以看到里面一样是有电路板 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的一些装置 然后这4个USB就是一个USB-A的Port 而下面大家可以看到一边就是有一个Micro-B的头 再加一个Micro-USB 3.0的头 相对上大家看的形状都知道 我们都比较少用这个头 所以它配备这个Micro-B 就会比较user-friendly 因为我相信大家在家里都未必有这一边的头 不过看上去的外形 其实它也很简单很清晰 而且握上去是超级轻的 所以如果你想带出去office 或者带出去其他地方用 不是在家里用的话 这个真的挺好的 可以带出带入一点都不重 那第七个Produc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它很熟面头 有看完整个MagSafe系列的你 就一定见过它了 它就是我们MagSafe系列里的车冲 是由Momax出的车冲 大家看到它之前我们也有说过 它是一个透明 可以看到里面电路版的车冲 同样我们会看到外面 因为今次是MagSafe 所以我们刚才也说过 外面会有一个圆形的磁石 然后下面也会有两个磁石 配合MagSafe的形状 而中间就会有一些充电的线圈 可以做到MagSafe的效果 我们一样都是拿回我们的电话 这样吸进去就已经可以充电了 详情你可以去看我们之前MagSafe介绍车冲的影片 大家就可以了解更多了 加一个叫做US Oh my god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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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可以说 你看我呢 我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